精神的聚散都是能量的作用 每个人都是有能量的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一个人想要成功 你的能量就要强 每个人做事情都要慎重 今天你要财运好 你要做官 你想健康 你就必须拥有你的能量厂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未名利 发财之后身体突然不好了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意念太集中了 他完全集中在 我要发财 我一定要做官 要有名望上 一旦等到他成功了 他的意念气场就走得差不多 所有身上的能量 全部到了这两件事情上 那么人就瘫下来了 人就生病了 师傅上周六说到 有个人成立了公司一个星期后 身体就不行了 这就是因为他长时间的 担经节律 内在的能量已经全部消耗殆尽 而且自己没有感觉 你们去看看 很多成功的人 上市公司的老总 表象中 天天做得可开心呢 到了最后 他的精力 已经不能照顾 他自己的身体了 因为他照顾了钱 照顾了财 照顾了事业 照顾了他的 其他的感情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 集中精力来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他的身体就出事了 恐怖 忧郁和焦虑 都会在短时间内 很快地消耗你的能量 所以 我们做人要想好 你到底是要命 还是要钱 你到底是要做官 还是要自己的生命 你今天为了买一个房子 拼命地去赚钱 你到底是要命 还是要你的房子 要想清楚 如果想清楚了 你就不会再去做任何 让自己心情不好 不愉快的事情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 经常讲一句话叫 为人莫做亏心事 举头三尺 有神明 你今天做了亏心事 你的能量场就损失了 你很快就会遭到报应 你们去看看 做了坏事的女人 男人 觉得自己很丢脸 一种愧疚之情 油然产生 他们都是 不敢看人的 因为他们内存的能量不够 师父跟你们讲的 都是真话 要懂得 一个人的神目如电 一个人的眼睛有神 就会像有电一样的 如果你盯着一个 做坏事的人看 他的眼睛就不敢看你 你问他 你是不是吹牛啊 他的眼睛就不敢看你 这就是告诉我们 哪怕你脑子里 每天拼命想一些事情 你都会好神 例如 你脑子里天天一吟 跟这个好 跟那个好 你的眼神都会散掉 女人都看得出来 这种男人是花痴 他的眼光痴呆 眼睛没神 散光 一看就看得出来 因为他的神跑了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脑子里想得太多 你的神 就会耗得多 你的气场就不够 你要去做坏事 你的气场不够 很快 你就会受到惩罚 知道这个惩罚是什么吗 如果整天想这种 男女事情的人 开车思想不集中 汽车就撞车了 就是这么简单 思想不集中了 神没有集中到 开车上面 精神散掉了 你们要知道 佛里和人间 都是绝对有关系的 很多人一辈子 都听不到 这些佛里 一个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一种信息能量 对外散发 他今天要做一件 好事 善事 他的眼睛 会冒出喜悦的光芒 今天 他不得不去做一件事情 他的眼神里 会露出 呆滞的目光 心中觉得 失去了很多 这种信息 不管是好事 还是坏事 已经存在于 空间当中 只要你做了坏事 你发出的信息 都会在你的心中 烙上一个烙印 你们过去做过的坏事 你们全部忘记了吗 那是忘不掉的 师父跟那些孩子 在讲别人的感情问题时 很多人就在想 自己的事情 他的目光呆滞 傻傻的 以为师父看不出 他在想什么 就算把头低下了 师父都能看到 他的脑海里 过去的事情 一阵一阵地出来 师父只要讲到 感情上 受到伤害的事情 你们脑子里 马上就哗哗地在转 想起当初那个男的 如何如何 这种思绪进入空间 并且储存起来了 逃都逃不掉的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的爸爸 或者妈妈走掉了 师父突然之间说 你们想一想 你们过世的父亲 是什么样子的 你只要几秒钟 就想起来爸爸的样子 逃得掉吗 他在空气当中 跑不了 你一抓就抓到了 所以 不要做坏事 做了坏事后 会有烙印 留存在 你的内心深处 想起来就难过 想起来就痛苦 为什么 这是你自己 散发出来的信息 自然储存在 大气层当中 所以 菩萨要评判 你的好坏 到时候 当你走的时候 犹如现代科学一样 把你的材料 调出来 就可以了 就像在你的电脑里面 你怎么知道 这么多的资料 为什么在一块 小小的电脑板里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的事情 只要你敲打进去 你就看得见 现在明白了吧 所以 脑子里不能乱想 想一个肮脏的事情 它就储存了 只有师父 才会告诉你们这些 就算一个不好的念头 一分钟之内想消掉 停止想象后 大气层还消得掉 如果你在一分钟之内 不停地在想 好了 那你的烙印 已经跑不掉了 比方说 你在想 我杀了他 如果你在一分钟之内 马上转念想 不行 我是学佛人 怎么可以这样呢 好了 烙印就没有了 我杀了他 我就是想不通 我杀了他 一分钟过后 这个念头就上去了 信息就存在空气当中了 你们看不见空气 但是要知道 空气中 有多少信息啊 只要有个探测器 你就会知道 空中 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 我们只要做了坏事 就会留存在 空气当中 因为 它是你独有的空间 就像你的手指指纹一样 从小 就是你的 一找就找到了 比方说 你今天发出一个信息 我恨死我老公了 你的这个信息 发出去之后 对方 会找到你的信息的 为什么很多人 一感觉你 就知道 你已经在骂他了 你已经在恨他了 你已经对他有意见了 因为他抓到了 你的信息 当一个人脑子里 随随便便 出现一个信息 都会有某个人 能够接收到 这个信息 很多政治家 就是这样的 你在公共场所 还冲着对方笑 其实 你在心里 很恨这个人 你不要讲话 几秒钟过后 对方马上 会对你不开心 很敏感的 这就是因为 你散发出的信息 一定会有人 在空中 接收得到 只要有对象 对应了 他就把你的信息 接收下来了 然后 你做任何事情 对方都会 有感觉的 小孩子 也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 每讲一句话 小孩子 都会把这个信息 接收过来 你们要懂得 一个道理 相应的对方 一旦找到 信息之后 其实剩下的 就是能量的较量了 你们去看吧 夫妻吵架 其实 就是能量的较量 举个简单例子 什么叫能量 你今天气很足 你有能量 你可以和他吵架 你吵架 把他压倒了之后 其实就是 你的能量 把他压下去了 对不对 你说你今天 没有理由 你的声音 也响不了 你的话 也讲不出来 气也不足 你慢慢的 就被他的能量 吃掉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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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